台灣明霧誌 背著背包 趕我一起踏平 一個一個鄉鎮 什麼一點一點 幸福的感動 台灣明霧誌 讓你用明霧 寫旅行台灣的日誌 全台368個鄉鎮 是處處有驚喜 我 廖宜誠 沒有掏進各地的珍寶 是事不回航 你知道嗎 在台灣的西半部 有一個地方 號稱台版的霍爾移動城堡 還有還有 全台灣的鵝仔尖 沒三份就一份是來自於這邊 你猜到這裡是哪裡了嗎 這裡到真的 那我是釣到河宗巨關是不是 那… 好… 這可以… 好…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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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 參與漁會開會 傳達… 王爺子 因為有一點… 加油… 尤其當爸爸媽媽在家的時候 一定要回鄉 服務自己家的家鄉好不好 好… 各位猜對了嗎 這裡就是嘉義縣的東石鄉 大家來到這個地方 一定會非常地開心 因為滿街都是… 咳… 嘉義縣 東石鄉 位在嘉南平原的西部 沿海水產豐富 14公里的海岸線 是東石鄉最重要的經濟名脈 科產量佔全國的三分之一以上 若要說三份鵝仔煎 便有一份是來自這裡 真的是不過分 東石鄉的鄉民 大多依賴養殖於溫為生 秀麗的景色 卻也是環境隱憂 想要來東石鄉很簡單 離開嘉義系統交流道後 往西行約20分鐘就可以抵達 來到這靠海吃海的城市 第一件事 當然就是去問港漁港吃海鮮 來 這是我們家東石野生的香螺 它是生長在蚵棚底下 香螺是吃什麼 吃蚵嗎 這是吃蚵的分泌物 所以一定要有大量的蚵 所以才會產生食物 所以螺才會過來聚集 才會肥美 所以這個香螺一定是聚集在 東石鄉這個地方 是這樣子 這是東石的沙灘 對… 那這個 鐵夜街的口感吃起來 很像鮑魚 真的很不錯 我以為是脆脆的那種麵 但是它吃起來 是很軟嫩鮮甜 就像文華跟你剛剛講 它有點像鮑魚的味道 來 我們吃一道 這道麵線好像不太一樣 這不太一樣 這個可以沒有肥美 很肥 你看 它這樣抖得抖 對喔 這蚵仔炒麵線的由來就是 因為我們以前 蔣經國總統 他喜歡吃蚵仔的料理 然後他來到東石 就是蚵仔有什麼不一樣的料理 我們家的師傅的發明是 乾拌的蚵仔麵線 來到這裡 記得一定要點這道 充滿麻油香味的 鮮柯炒麵線 華榮大哥說 因為這道料理費時費工 所以客人多的話 他可是沒辦法做的喔 還有這個香螺切片 價錢可是比客還貴 因為這香螺 搶手到來不及拿去外地賣 就會被當地人吃光光 外地人就算有錢 還不容易買到喔 這一道喔 這魚湯嘛 這不一樣喔 這魚很讚喔 試試看 你再看 它的膠質很有 你試試看 這個魚肉 跟外面看到不太一樣 你看它的魚肉 上面還有一層很豐富的膠質 這是什麼魚肉 這是龍膽石斑 它吃起來口感是很紮實 那你在吃到上面的膠質 它配在一起 我覺得那種感覺就很像 三層肉 對 三層肉 三層肉跟皮肉吃起來 對 它融合在一起是非常完美的 對 龍膽石斑的魚刺少 肉細嫩 厚實 營養價值高 魚皮部分有滿滿的膠原蛋白 是不可多得的美容聖品 還有這道清蒸野生花蟹 也是東石當季的食材 花蟹離開海水後 很快就死掉 所以唯有在港邊 才能吃到新鮮花蟹的口福 為什麼要開這個餐廳 對 因為餐廳 以前我們都是養鵝 養鵝之後 我們覺得生活困苦 生活困苦 因為我們要改變一些生活 然後我們爸爸媽媽 還有我們家兒子 我愛美食 所以就來開這個餐廳 尤其像東石鄉海鮮這裡來 海鮮的故鄉 對 柯的故鄉 對 對 好 要給你點一下 對 我們可以吃飽麵 可以去海鮮店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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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裡面有這種餐廳 我來找名物 我想不去 對 我先吃完等會去海鮮 好 吃完了海鮮後 只要十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提到東石漁市場 這裡近年來 已經成為東石必來的觀光景點 因為這裡 其他漁市場不能做的事 都是名物 我來囉 來 宜成 來 我告訴你 誰要拍賣 你要我們來看 對 等一下 我要怎麼買 我想要買這個花枝 你就想買這個花枝 他站在哪個位置 比如說他站在這個位置 就是要賣關於這一塊 你就手擠起來 他開這個價錢 你就手擠起來 可是他講的那個價錢 你講得好快 對 所以他等一下會繞過來 對不對 對 等一下他從這裡要繞過來 你要在旁邊等 不像其他傳統漁市場 觀光客只能在一旁欣賞 競標漁獲的氣氛 在這裡 一般人也可以跟漁飯一樣 競標買魚 只要先準備好身分證 向程銷人員租用臨時牌照 拿著印章後 就可以站在想要的魚堆前 舉手競標 下一塊就是要買就快了 他現在在賣那個滿的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下一塊就是 那讚了 你就可以準備 好 來 你拿來 我就這樣買到了 對這樣就買到了 買到了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參與漁會拍賣 對 東石魚市場 除了農曆初二 十六 修飾之外 其餘時間 都是從下午一點半開始拍賣 買完為止喔 他為什麼要用這樣丟 他是按照順序去排 什麼順序 他第一身過半 他過半以後就按照順序排過來 對 除了參與進家外 現場還可以看到漁犯們 流傳漁獲 就好像打保齡球一樣 看起來很簡單 但不知道做起來是什麼感覺 頭手已就位 來 準備好 來喔 來喔 如果撞壞的話 不就要買下這些大名家了嗎 對不起 不會弄壞他的魚嗎 沒有 沒有啊 這看似簡單的拋魚 其實是要不能專心去執行的 不然撞壞魚或是小 不小心丟到小朋友 事就大條囉 我還是乖乖去完成我的任務吧 該是結帳了 這邊結帳喔 對…那你就跟他結帳給他算 這個 拿這個給他算就可以了 主任 對…等一下… 我好像買錯 我找的是龍膽石斑你知道嗎 龍膽石斑 我們這邊也是會比較少 一般現在養殖的會比較多 所以在我們東石地方 也有龍膽石斑養得不錯的 你就往168那邊過去 下了東石大獎就會看得到 好…OK 謝謝你 謝謝…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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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這裡倒真的 難道我是調到河中巨關是不是 走… 來到東石大橋附近 你會發現這裡遍布養殖魚溫 面積約有2000多公頃 但許多魚溫都需要用到地下水 讓原本下沉的海岸線上 一格格的魚溫 看似風景 卻也是隱憂 但聽說我們要找的魚溫 是老老實實用海水 跟淺層循環水養殖的 阿民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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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找名物石斑 石斑喔 九斑 要一斑沒有你改成 我會給你 好嗎 我自己釣是不是 我以前也是有釣魚的經驗 今天我們可以釣幾隻 不然我們今天釣個五六隻起來 五六隻 是… 魚溫的主人 謝老闆 近年來積極轉型成休閒魚溫 想要找名物 自己釣就對了 現在要來釣石斑了 我先來甩幹 這次魚會慢慢來 我看那是有點困難 不會 這個有說運氣… 今天那次比較飽收魚 沒有那麼高 不然你丟下去很快就中了 你看…有了… 來…給你打 是什麼魚力道這麼大 不是石斑魚嗎 奇怪…這不是釣魚嗎 怎麼感覺是我被魚釣 快要喘不過氣來了 所以裡面真的只是… 石斑魚嗎 你們看…你們看到我的釣竿 什麼魚力道…快這麼強 看到了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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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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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騎了… 騎… 這麼大的石斑魚 你看 這大概幾公分啊 這…一百多光溫 這一定超過一公尺的耶 喔… 喔… 可惡 是我帮你吊起来的 观众朋友啊 你看看 随便吊都这么大一尾 比如身体来大只 难怪我刚刚使劲吃了奶的力气 头拉不动 老板说它有一种特异功能 看一下就知道有多重 是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 一 二 三 来 你说这只 你猜猜看多重 37、8斤 37、8斤 50斤13两 要扣这个箱子 这个箱子多重 这个箱子13斤5两 所以扣下来是多少 37斤8两 太内行了 Major老板根本就是人体秤重鸡啊 谢老板说 它的鱼温是以低密度活水养殖 并以院者上钩的方式收成 因为如果大肆捕捞 会让鱼群受到惊吓 以至于食欲不振 所以说养殖龙胆石斑 真的不容易 除了鱼苗存活率低 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心情 阿民哥这是什么鱼啊 这个杰鱼 这个杰鱼 这个人可以吃的 这个是传动的很新鲜 像我们有时候就把它筛一筛 就煎来吃这个鱼 这个人都可以吃 如果不新鲜的话 我们鱼吃下去会拉肚子 龙胆石斑会拉肚子 会会会会 好 来 这是整块丢下去是不是 对 我会拿这个斩纳 斩纳 你现在放在这里 OK 好 你有几个池子啊 我现在有18个池子 18 我这样问好了 18个池子 一个月啊 要吃掉你这些鱼多少啊 多少钱 火食费要多少 火食会七八十万 每一个月 七八十万的火食费 我一餐也才吃七八十块 我不会差太多 我再问一下 你们家的龙胆石斑 吃过什么鱼 像秋刀鱼我有在喂 青鱼 青鱼 青鱼也有在喂 吃在日本料理店多贵啊 跟拔廊就差不多这四种鱼 突然有点想当龙胆石斑 不如跳进去好了 没啦 没啦 快点吃 快点吃 好 谢老板说 这里的龙胆石斑 不味食人工资料 也不用药 吃不完的新鲜生鱼 还要拉回来 以维持水池里的水质环境 看见谢老板 对龙胆石斑的细心呵护与坚持 在这个充斥食安问题的社会 原来还是有人默默地 为我们把关 全部都是雨的切片 你看 从这边到后面 通通都是 哇塞 这很多耶 这样这样 做成冷冻的可以保鲜多久啊 保鲜哦 这都是去急事冷冻 这个可能半年没有问题 半年没有问题 半年都不会有问题 其实我有点带不住 等一等一 这是整栋这么冷的 我做车比较冷 我做车凌下 20几度 做30度 这要凌下2 30度喔 对 拜托 这养鱼成本就很怕人 算了 带不住 带不住 我的名物拿到了 我要回去了 冬食名物 yes 名物到手啦 你还有五只也要钓 太阳快下山了 赶快去钓完 才能收工啊 中了 中了 有了有了 不好意思 不要先吃掉了 不要先吃掉了 小心 好期待 听说这个船 等一下的航程会经过台版的货尔移动城堡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等一下还可以找到我们来自 坐坐坐 这个还有吗 还有吗 你看看我们的右后方有看到很多的棚架 这个就是养殖武力的科口 因为我们的水耳有青有青 在国中青青不一样的水耳 我们就永远不一样的浮沙 在我右手边四四方方的棚架 这就是我们的浮沖室 来介绍到我们充殖蚝子故障 各种不同的充殖方式 让大家做一个蚝子生态生态 小朋友们不要睡咯 今天咱们搭的扁州观光与法 可是现在冬时最夯的观光行程 快和宜城我一起来趟海上奇幻之旅吧 睁大眼睛往外看 不要错过好戏咯 好 你踩下来 踩下来 没有关系 要来 手给我 走进来 好 这个不习惯的人 光要平衡都不简单 你就站着就好 你不要... 你不要一直看水 你看我 好 大家一起听 大家仔细听一下 你看为什么我们只有三个人 上站来就会顶下去 因为你看这个一条颗鸟 上一百斤的重量 这么重喔 一条鹅啊 一百斤 这六百条就六百斤啊 你站挺一点的 不用紧张嘛 我真的很紧张耶 不用... 这个不习惯上来真的是不习惯 它这个棵 你看 我们台湾的棵是多被体的 一毛粒比头还要大 这一根至少还有十斤啦 为什么冬时的鹅要特别新鲜 它离岸15公里 没有工厂废水 没有家庭源 污染源 再加上台湾海峡生成的海水 非常的新鲜 里面有很丰富的蓝藻绿藻 绿藻 螺仙藻 所以它成长特别快 所以你看这个 这是我们多被体的鹅子 各位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笑我 这是我这辈子跟男人 牵手最久的时尊 好啦 不用我搬就好了 不用 来 我牵你上去 因为我看你中间拔下去 站在载浮载成的客架上 是真的会软软啦 喔 终于 大姐说可以生气啊 然后用这个水 把杂质去掉之后 干杯啦 鲜 大姐 甜 这就是新鲜的蝌 完全都没有什么臭腥味 船长说 蝌的品质 取决于海水的清洁度 难怪冬时会被称为蝌的故乡 因为光在冬时乡境内 就拥有全台最大的外海养殖蝌棚 每年的4月到9月 是蚵仔最肥美的时候 船长叫我们做蚊仔 因为我们要抵达台版的移动城堡 外山顶州 它是让冬时外海 不受污染的重要屏障喔 哇 好舒服的感觉 你夹着要抓蚂蜡喔 我先帮你夹 你先帮我夹 为什么我们要一条皮带 越式皮带 靠腰部的方 靠腰部的位置 往后拉 靠腰部的力量 然后我们的蚂蜡 那是基督在一公分的沙床里面 那很浅耶 所以靠着我们往下压 往后拉 这样子很轻松 往下压 往后拉 你看有撞了一下 有没有 喔 喔 你看 好 这就是我们抓的阿嬷 这样会拍吗 这样可以 去试试看 好 试试看 这个谁要拿 我拿去 来 妹妹拿去 不要先吃掉了 不用吃了 又不用吃了 看这个帥哥 往下壓 這一次要往前 然後往後拉 輕輕的 輕輕的 不要太大力 太深 有了有了 公平 這一次真的要 真的要 才在這片 宜人舒服的沙洲上 不僅忘卻憂鬱 還會有很多的驚喜 因為在這個沙洲上 可是居住著 許許多多的小生命 在船長帶領下 大家爬文革 觀賞沙土紋理 幸運的話 還可以抓到小土龍 因為在我們製作單位 在看緊實就拍到了 真的假的 靠近兩位 船長 你那個遠遠的 是大便嗎 是 它是不是 這個就是 腳眼沙蟹 右蟹 吃食沙子中的 藻類浮游生物 吐出來的 一顆一顆的小沙球 好像粉粘狀一樣 來 我們 它會不會咬人 當然你會抓到它 一定會咬你 比如算是螃蟹 就要連沙把它抓起來 不然的話它會 熬味咬你 你知道嗎 剩下去不用怕 抓起來 連沙 連沙 連螃蟹把它抓起來 快 快 快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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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 放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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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壓 放在土上 然後壓它的背後 然後再把它的 再被荒形的 咬一咬 抓起來 來 你抓它的背後 不是 這樣抓一隻咬到 這樣 來 抓橫的 你看 好厲害 你好厲害 好 來 大家快過來 你看它在變魔術 你看 把它放下去 你看 不用五秒鐘 它就下去了 所以我們遠遠看到 螃蟹在那邊 為什麼去不見了 就是利用它這種 逃爛的公屋 一 二 三 四 五 你們看看 這個腳眼沙蟹 逃走的速度之驚人 是螃蟹中跑得最快的 也是陸地上 移動速度最快的 無脊椎動物 所以又稱為幽靈蟹 外散頂洲 是台灣沿海最大的沙洲 近年來濁水溪整治 導致疏沙量銳減 沙洲開始縮小 加上受到波浪 海流 及東北季風影響 每年平均會往西南方向 漂移60到70公尺 所以被大家稱為 會移動的國土 我先上是不是 對 又提醒了 昨天來就弄好了 不知道被誰拿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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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這樣 好 漂亮啦 這樣真的比較 這樣比較好走 都要真的比較好走 來 手給我 好 來 沒有關係 我拉著你 沒有關係 其實這個竹高寮 應該算是第三座的竹高寮 原本我當初在91年 搭建的竹高寮 離這邊8公里 所以一直在移動 一直往西往南移 所以這個沙洲越來越小了 這就是過耳的移動城堡 但是當你來這邊的時候 你才會感覺到 過去我們的鄉民是如何住在這一個 又緊陸 而且又面臨市面都是海的那一種情景 所以以前人為什麼要住在這邊 因為以前我跟你講啊 我們用竹子做的竹牌 沒有動力啊 用竹高 用窯槳 來到這邊都下午了 魚抓一抓 蚵子稍稍的 在頭就有痠 下午要回來的時候 海映大魚牌也不夠走 所以他們就住在沙洲上面 那以前的沙洲有二三十公尺的高度 太陽一曬 燙到蛋放在上面 都會熟 十五分鐘就熟了 所以我們就 鄉親就搭這種高角屋 吳船長原本在台北擔任景職 後來因為父親年邁 毅然返鄉 接手採科事業 雖然採科辛苦 也必須看天吃飯 但他認為這麼美麗的家鄉 只有科農養殖太可惜 所以在民國八十九年 打造東石第一艘 海上生態觀光漁法 我在地人 你在地人 我在地人 你很愛東石 家鄉自己的 我們不愛要靠誰來愛 你為什麼那麼堅持 一定要把這個生態都介紹完 因為我希望把我們的地方產業 借著各位光明以後 讓他們了解我們當地的鵝 當地的候鳥 當地的師弟 當地的人文 回去以後幫我們做了 好像種子般的散步之地 後來的這些嘉賓 才會帶他的朋友 家人 再度的回遊 吳船長說 從外傘頂舟以前還是一片 荒煙漫草的時候 他就經常來這裡撿垃圾 這個秘密也一直藏在他的心中 外傘頂舟 當我知道他要消失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難過 因為大家都踏上去過 我們大家都不認識 但是我們今天聚在一起 我們有多少歡笑 有多少驚奇的時刻 對不對 所以如果外傘頂之後 可以再保留下來的話 我相信會保留下來更多的生態 更多的人文 更多的歷史 當然我今天最進步的就是我們的船長 我們的船長本來是在台北工作的 但是因為他是東石鄉的鄉親 他就在東石這個地方 所以他回來服務東石鄉民 我也想回我們家 我不是台東的 我也想要回我們家鄉 服務我們的鄉親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向船長一向 船長 我很佩服你 因為有一天 加油 加油 我會加油的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和我們船長一樣 回到自己的故鄉 回饋鄉裡 到了岸邊 船長拿了一盒余繪的顆粒盒給我 沒想到現在連顆都做成禮盒 還可以送人 搞了半天 冥霧這是我一來東石就看到的顆 但也還好這一路找顆 讓我找到了屬於這東石的人情味 也找出了東石在地的故事 跟著我的腳步 記錄屬於我們的國度 走遍每條道路 尋找鄉鎮在地冥霧 我是廖宜辰 我們下週明目之見 台灣牛仔 讚